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歌唱演员 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 我的老师是全国非常有名的歌唱家 叫刘淑芳 他呢就是教会我很多歌唱的一些记忆 所以说我1991年呢 我就拿到了全国的一个大奖赛的一个冠军 我93年呢就出国了 是唱歌出国的 所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出国的吧 应该算是 2000年的时候 我在国外看到了一个花道的展览 当时是有一个国际花道三大流派的一个展览 当时我并不了解这些 但是我是被一个作品打动 深深的震撼了 那件作品至今我都非常清晰的记得 它是一盆枯黄的竹子 前面呢配的是几朵金黄色的郁金香 郁金香在前面很娇嫩 很娇弱 很娇艳的感觉 那么后面那碰枯萎的竹子 给它形成了一个强烈的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 哇 我觉得好美 那种坚活跟枯萎的那种对比 构成了一个强烈的一个视觉冲击力 而且呢这种手法我从来没有见过 我们平常都是用鲜花来插 不会配枯的东西 这个是我所见到的完全的不一样的 当时我就决定 哇 花道艺术那么美 我一定要学习 最开始是学一个兴趣 但是在一个月以后 我发现怎么这个花里面 我能看到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子呢 我就立马上网查询资料 结果我就看到哇 东方花道决于我们中国 在唐代的时候 随着佛教文化传到了日本 我一下就感觉到一个热血沸腾的感觉 好 我就决定我要把它学得很好 天年到2006年 学了就是前后就有6年的时间 我几乎是放弃了我的唱歌来学习这个花道艺术 2003年我就回到中国考察一下 我们这个中国的对它有多大的了解 我发现完全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了解 我到新华书店去买书的时候 都没有看见过 讲述花道的一本书完全没有 所以我就在2006年的时候 我就回到中国了 我就决定要把我学到的这些东西 传播给更多的中国的人 刚回来的时候 没有人认识到这个花道的美 可能就是审美没有达到那样的情况的时候 他不能够认识到它 那个时候也是被人嘲笑 差的什么呀 那么哭的呀 什么干的呀 什么都在里面的 那个时候我就讲了一个话 这个世界很大 很多事情你不知道 不等于它不存在 它早就存在 只是你没有见到而已 所以我一直希望我的学生们 有机会呢 跟我去见识更多的一些世界 看到更多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我一直要求他们说 我们不要做井底之外 包括我自己 一定要上到一个高的平台上 去开阔眼界 才有更大的进步 所以我的学生他们每一年都会跟我去参加国际花道的展览会 就让他们去见识 在那个舞台上去看更多的优秀的一些作品 真的每一次他们出去一次 回来他们的作品就提高一大截 真的是不一样 larooo 世上的饮料有千百盒 我虽然她自己蓮雨价 噢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她窗完的笑碗 是不是传到天下 她只穿到天涯 变得这样很好是原汁原味的 不用再去好像怎么样 这样课别学习是怎么学习的 他们每次来上课就是上这个上面的两课 这些花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老师准备 我可以按照这种形式来插 就是说一定要照着树上 不要一样的花 老师准备了花 他们就照着这样的形式 这次多少度 这次多少度 老师看就看他们的这个角度 角度对了 这刻就对了 角度不对 这个就是错误了 那么他这个 东方花道现在在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呢 有三大流派 一个是尺坊流 一个是小圆流 一个是草月流 尺坊流派呢 它是起源于我们中国的佛前贡花 是在唐代的时候由我们中国的佛前贡花 传到了日本 形成了一个尺坊的一个花道 这个讲起来历史是很长的 我简单的就讲一下尺坊花道的特点 它就沿袭了我们佛前贡花的样子 就是比较端庄典养 小圆流派呢 它就是比较清新自然 它追求的就是清新自然的一个风格 那么草月流呢 它就特别的与前面都挺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尺坊艺术特点的一个流派 是因为它的创始人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家 一个家族都是一个艺术家 它的创立人刺死合园昌峰 是曾经被誉为是花道界的比加索 有这么一个很高的赞养 第三代掌门人叫刺死合园红 他曾经在日本是一位很有名的电影导演 所以说这个流派的创立的话 它都是有别门艺术的一些东西放进去 它最大的贡献就是扩大到了一个空间的艺术 让人们看到一个可以做到无限大的 这么一个花道的作品 一个艺术的作品 草月的两个字吧 它代表的就是说我们的花道这个艺术 要像草一样亲切月一样明朗 你看这几句话 它就像一首饰一幅画的感觉 描绘的是一个意境 草月花道最大的贡献 是把花道艺术从神龛上解放下来 扩大到了空间艺术 这就是它的一个壮举 因为以前只能插一些小的作品 自从草月流的出现以后 它把材料花材 扩大到了一个无限大的空间 花器也进行了一个无限大的空间 它不受局限了 它任何地方 任何地点 任何时间 任何东西你都可以用作插花艺术 草月花道还有一个最大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它讲求的是一个创意 不是写实的艺术 它是一个抽象的艺术 它就是给了我们很多短作的一个源泉 思维的一些方式 草月花道它所表达的真的不是具象的艺术 而是比较抽象的艺术 而且是有主题的 它的主题非常的简单 它不用很多的花去表达 主要的一个花材它就是表达生命 这种花是代表着一个生命 所以它就是很分明 它不要去具象的一个说明 而且是留给观赏者更多的遐想空间 这也就是草月与众多的花道流牌 截然不同的它的精髓所在 草月看上去不是人们所说的那样 说很随意很随便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草月不是表面上的没有章法的随意 它是有许多艺术的法则在里面的 比如说一些好的作品 我们是从中能够看出很多美学关系的一些概念 首先它强调的是有空间感 有艺术的张力 还要有立体 这是它的三个要素 所以说我们追求的 而且还是每件作品不一样 追求艺术思维的不断的超越 超越出一个新的高度 而且我们绝不重复 同样的花财 我们都不会重复去做同样的一个作品 年细花道真的是专注而且比较有恒心的 和耐心的一件事情 一个真正的一个花道研习者 他都有十年 甚至是几十年的时间 他是打磨不好的 每次出席国界的这个花道展览的时候 我们每次看到那些白发苍苍的 吟丝飘飘的那样的一些老的花道人的时候 我们问他们 他们至少五十多年六十多年 甚至七十年的这样的一些追求 我们看到都是对他们素兰奇迹 2020重庆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开幕 我今年已经58岁了 到现在来讲的话 我更多的是觉得说 我们能为社会去做些什么 我们用美去影响更多的人 所以每次我出去讲课 我都说我出去播种去了 去撒种子去了 撒一个花的种子 我并不去想它明天就有收成 我没有这样想过 但是我就发现说 我只要种子撒出去了 我就会看到过了两年 过了三年 这些人就慢慢慢慢地向我走来了 所以我问到说 你怎么知道我的 他说郑老师 好久好久我听过你的课 我怎么怎么样 我就觉得很高兴很开心 把这个艺术去影响更多的人 首先来讲 让他的家的环境美好 还有我们可以示意大的环境美好 今年疫情 对我精神上的一个最大震撼是什么呢 当时我就是觉得说 那么大的巨大的灾难来临了 我们能做什么了 后来就遇到了 东京太斯雅森林公园的邓园长 邓园长他是玉清香开在园子里 本来他预计是2月14号要办一个玉清香结 结果疫情来了 玉清香结泡汤了 他的花在那边眼看着就烂在地里了 后来我们俩携手 我们把鲜花送给奋战在 挽救生命的那些医护人员们 还有就是他们的家属 这例行者归来的那一天 我们去迎接的时候 我们摆满了所有的鲜花 我们为例行者献花的那个场面 非常非常感人 我看着那些例行者们 他们提着光头从车上下来 而且有的年轻的女孩子 她男朋友来接她 她一下从车上跳下来 跟男朋友拥抱的那个场景 真的是让我热泪盈眶 我的学生们跟着我去献花的时候 他们也是热泪盈眶 也是深受感动 这件事情我就知道了 我们花一人花到人 我们还是可以去做很多的用鲜花 不单是锦上添花的一件事情 我们也会有一个 对这些人的一个精神世界的 一个巨大鼓舞 在灾难面前 我们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我觉得这也是我很难忘的 我14年教学来 真的是来来往往好多的学生 有的来了 学了几天 他又没有来了 还有的呢 过了几年以后 他又来了 我就觉得说都没有关系 我一直讲一句话说 郑老师永远在这里等你 因为我知道 它是一个文化 文化是渗透的 它是慢的 所以我回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是心里有准备的 我就是准备了一个很长的时间 那现在看到很多学生不断地就来了 越来越多的不同层次的 比如说白领的 他自己真的就是为了去美化他的家呀 他都来学习这个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发现 有的看似聪明的学生 看似聪明 学得挺快的 但是呢 学了两天 很快的 他就跑掉了 给我最感触的一件事情 其实是一个笨的学生 看似笨的学生 但是我在他身上 看到了一个大字若鱼 他总说他笨 后来我看 那不笨 那才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他一直踏踏实实 认认真真的在学习 所以我很愿意去教这样的学生 每一个学生都是自己 独一无二的特点与天赋 但是我们怎样去把我们的特点与天赋 发挥出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是要有一个时间的积累 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去感悟到 更多美学的一些理念 你看我们这样子就是把它连接上来 看到没有 你这里上来 这里有 那里有 是不是 它整个就是一个 让人就是想到这里挡住的一部分 也是知道说你是这样接上去的 接上去的 好 这个郁金香很好 就是我们特别喜欢植物的这种状态 就是开到极致以后的这种长缺的 也是一种美 我觉得也是一种美 很好看 好 这个颜色的花气 紫色的花气配了这个子珠 也是色彩配的非常的好 好 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色彩配搭 非常的好 很好看 我来给他拍一个好不好 好 这些年呢我教了这么多的学生 从这些学生身上我发现 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一些特点 跟天赋在里面 我们做老师的 我们怎么作为一个很好的指导者 和引路人 去把他们的天赋挖掘出来 这个是我们老师所要做的 所以我们草悦的作品 老师从来不改他们的创意 老师只是去改他们一些手法上 一些技巧上没有用好的 固定不好的 这个比例不对的 我们去做这样一些教导和改动 但是他们的创意 我们永远是去肯定的 我们常常就是鼓励他们 要去创意创意创意 创造出一个 你自己都惊讶地发现 我还会想到这里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教学 开心的一些事情 就是当看到学生的创意非常好的时候 我也是非常满足和开心的 开心在于我发掘出了 他们的那一块东西 我每一堂课 真的是我都非常非常认真的 饱含激情地去告诉我的这些学生们 我都知道他们就是今后的一些种子 哪一颗种子会特别特别地耀眼 今后会发光我不知道现在 但是我知道有一群 他们会的 会有很多的这样的学生 在中国的大地上 慢慢慢慢地成长 成长为很优秀的花道人 中国花道的话 其实是这几年才重新起步 就是我们的习近平主席提出来说 我们要恢复一些传统文化 那么中国花道艺术现在开始发展很迅速了 而且中国将在十年之内发展非常非常的迅猛 而且会出现很多很多的流派 我想会出现的 因为在日本的话 曾经最多流派的时候 它号称是三千流 现在当即下来有三十多个流派还存活 那么中国现在是发展到初期的一个阶段 很多都会跃跃于世的来试一下 我觉得呢 世事是允许的 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呢 我还是倡导真正去认真的去学习 和认真的去理解 深入的去研究 这样才是比较能够长远发展的一件事情 年轻的人吧 他们常常说 哇 郑老师我想来学插花 但是第二句话是说 我什么时候能当老师呢 我就觉得说 还没有做学生 怎么能做老师呢 我希望年轻的从业者们 要脚踏实地的 要去把技术技艺先学到手 这个是饭要一口口的吃的 特别是这个花道艺术 它有个感悟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草月流的这个教材吧 起码就是要两年的时间来完成 有的学生说 郑老师其实我可以很快完成呢 我每天来上课呀 但是我不要你每天来上课 是因为我要让你去误导它 去感悟到它的思想精髓在哪里 你才能够创作出很好的作品 而不是为创作一个作品 去创作一个作品 而是我们由心出发的一个感动 一个感受 我们把它表达出来 因为草月花道表现的是 生命内核的深沉的感受 它不是一个外话的 它是向内寻找的一种诉求的一种表达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的花道从业者们 一定要脚踏实地的去学习 认认真真的学习东西 把这个花道的作品 真的是由来而外的把它做好做美 我呢从小就是有这个艺术的天赋 所以说进入到花道这个世界以后呢 我就觉得我以前所有的东西 全部是为花道艺术来准备的 比如说我的绘画 我在国外曾经开过个人的画展 那是一个商业的画展 我16幅画卖出去14幅画 那个就是我的一个绘画方面的一个成绩 那么音乐的呢 我就是从小就是唱歌 后来音乐学院这个经历 文学方面也是给了我一个 创作的灵感的一个来源 文学的理解绘画的功力 还有就是我的音乐 在一个花道作品里面 这些音术都是要在里面具备的 草原花道艺术特别讲求的是一个点线面 点线面我们讲起来是一个很死板的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怎么把这些死板的概念 做出灵动的感觉来 那么我就要借助于我对音乐的理解 灵动 起伏 高低的错落 绘画讲求本身就是点线面 只是绘画是一个二维的空间 而我们的插画艺术是个三维立体的空间 你如何把一个二维的空间立体出来成为一个三维的空间 我就觉得是因为我有了这些基础以后 所以说我进入花道这个世界 我是比其他人要容易一些 我看到一个材料 我不是把它看成这个材料的本身 我常常就会延展了去看 它是一根线吗 它是一个面吗 它或者是一个小的点 那这个当中缺啥我就得去补啥的把它组合起来 通过我的花道的一些技巧和手法 表达出我想表达的那种情感 所以说这就是我的创作敏感的来源 就是我的创作敏感的来源 创作敏感的来源 创作是令我兴奋的 教学是让我充满激情的 这种激情是来自于把一个大家都不太了解的一个文化 本来是我们中国的 但是因为它断成了一百年的时间 很多人都不知道了 那么我把这样一个文化又重新带回到中国来 到今天我就看到说 从一个学生开始到现在 成百上千的学生 听过我一次课的 应该是上千上万的学生 我就觉得说 这就是我生命的一个意义 用我的激情去点名更多人 我愿意做点亮别人生命的一个蜡烛 Dijun desesperado 出品的 你答应 某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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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ssas